宋丹丹在大众眼里是一个很熟悉的演员 她时常活跃在春晚的大舞台上 而她和倪平也一直是好朋友好闺蜜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两人就开始渐行渐远了 从那以后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两人就再也没有同框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视频来一看究竟吧 宋丹丹是一个80年代的演员 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她的 当年《加油儿女》播出后 收视率可是非常的高 而她本人除了是进军演艺圈之外 还是一个话剧演员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而她和倪平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 当时的倪平也算是宋丹丹的一个恩人 当初央视邀请宋丹丹上春晚表演节目 但是小品中 需要她扮演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 宋丹丹是生在北京的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塑造好这个角色 而倪平正在场春电影场拍电影 后来等到吃饭的时候 宋丹丹就让倪平帮忙想想办法 当时倪平就为她出了一个主意 建议她用山东方言说台词 因此宋丹丹最终成功诠释了角色 后来这个小品更是成为了经典 而宋丹丹也因此火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段台词至今还流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 宋丹丹丹和倪平也是成为了五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过了几年 宋丹丹发现自己的丈夫英达出轨了 那个时候她的丈夫是一个导演 宋丹丹也没有很多朋友 在她周围的很多人都是她丈夫的朋友 在感情遭到背叛后 无法诉说的她一时间手足无措 甚至脑子里还有了不好的念头 结果倪平突然打电话过来 问她在做什么 听到宋丹丹的话后 倪平只是淡定的说让她到家里擦地 等到宋丹丹到了倪平家后 发现倪平做了一大桌子菜 随后等吃完饭后 倪平又给她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疏导 这才让宋丹丹走出了离婚的阴影 重新振作起来继续透身事业 但就是关系这么好的两个人 最后却恩断一绝了 其实在鲁玉有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倪平很直率 只要是力所能及的事情 她绝对会帮忙 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 她也不会逞强 可惜的是她有一个坏毛病 就是特别爱开玩笑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一个五星的玩笑 可能就会伤害到别人 而她和宋丹丹也是因为玩笑闹翻的 从宋丹丹的离婚事件中就可以看出 她是一个内心异常敏感的人 而且她在遭遇潜伏的背叛后 内心也是十分脆弱 很容易把别人的话当真 在一次聚会中 宋丹丹很开心地向大家介绍 倪平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可是倪平却回了一句 谁是你的好朋友 宋丹丹明明知道 这只不过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脸上实在挂不住 还是把她当真了 而倪平却是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不经意的话伤害了宋丹丹 后来宋丹丹就和倪平有了一定的距离感 而后两个人也是不怎么联系了 不过两人还是没有真正的闹翻 只是不常联系了 而且两人也没有说过对方什么坏话 倪平后来也在采访中说过 宋丹丹是犬中国 她最佩服的演员 但她都怕宋丹丹听了会反感 不喜欢她提到自己 所以也就没有公开提过 而宋丹丹心里也还是很感激 倪平当年对自己的帮助 有一次在采访中 宋丹丹说道 倪平的玩笑有时候真的很伤人 还对倪平隔空喊话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敢理你了吗 倪平这才知道宋丹丹疏远自己的原因 后来在1月28日 两人再怦然在心动中重逢了 本来宋丹丹还很担心 见面该说什么 结果两人一见面就相视而哭 马上就聊了起来 然后倪平也是又提起了当初的事情 表示自己当时说话没数 希望宋丹丹能够谅解 而宋丹丹也是马上接话 自己其实知道倪平是在开玩笑 但是当时就是有些很受伤 然后两个人就把话说开了之后 当场就加上了微信 有很多人了解到 宋丹丹和倪平是因为一句玩笑话 而断绝联系之后 都认为宋丹丹太敏感太决绝 而另一些人则觉得 倪平的玩笑太伤人 说实话这个玩笑一样的理由 让两个曾经那么好的朋友 20年没有交集 甚至连互相的联系方式都没有了 这还是让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不过说起来 那个时候的倪平还是有些太年轻 没有顾虑到周围人的感受 才导致这么多年的好友 整整20年没有见面 所以朋友之间开玩笑很正常 但是一定要注意场合 也许你在无形中的一句话 就会搓中朋友的伤心点 疏远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他们之间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但是两个人却一直没有机会把话说开 以至于一直都没有再联系过 在节目播出之后 宋丹丹也是发了一条微博 称20年了终于和老朋友见面 把误会解开了 倪平是备受观众喜爱的主持人 宋丹丹也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 两人多年之后能够和解 也是非常令人开心了 相信未来他们也能够友谊长存